不曾想过 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 静静的你会想起我 一生变成船放进你花香的诱惑 岁月长河 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 谁指引柔情相伴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阳光 永不会陷落 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 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躲 永恒的心与幻梦交错 世出 生死抉择早已由不得我 我听声在此空 杨玉婷你太能干了 抱歉啊 冯勇 韩清啊 你不用道歉 就这一件事 我看你负极他就 后面的戏怎么着 眼看他骑高楼 眼看他雁铭客 眼看他 罗会他的 我们等着吧 韩清 后来 少帅才知道 被自己的父亲绞杀了的这位李大钊 是个什么样的人 铁尖单道义 妙手著文章 这应该是那个年代 所有热血青年的信仰 难说沉沦在旧家庭 和旧世界里的他 没有过这样的理想 但这对他来说 又是多么的陌生 陌生的近乎于无知 无知到忽略了一个伪人的生死 那么 又怎么好意思说 自己见惯了生死 汉清去北戴河了 河南的战事惨恋 是 死人死狠了 就去两天 这边还有大事 就回来了 这儿就是顺城君王 乐客得魂的府邸 大少奶奶 这喜事可就弄不清楚了 北京人都这么叫顺城王府 咱也不知道顺城王是谁呀 岂先是叫咱们住中南海的 大帅嫌太眨眼就自家花钱买下了这儿 这个顺城王乐客得魂啊 是李亲王戴善的孙子 继承了亲王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瞧瞧 还得是大少奶奶学问她 喜水 这哪儿来这么些字画啊 喊清的房间吧 清汤寡水都不好啊 我又从库房里边随便拿来几件 大少奶奶看看还行吧 不是还行 是太奢侈了 这样的名家大作怎么能随意摆放 这可喜水不懂了就 你喜水看这画平常啊 不就是一嘟噜一嘟噜葡萄吗 这能有啥学问 这是明代画家徐卫的莫葡萄图 风格书方 不乏于行思 完全大协议 感情是金葡萄 这样的珍品 比金子贵多了 半生落魄已成梦 独立书斋笑晚风 笔笔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置野藤中 多好的提拔呀 啥意思啊 旧闻人的怀才不遇 才华横溢却备受冷落 无人问洁 只能做此话感叹 快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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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冷落怀才不遇 这就是嫌咱不识货呗 对 不识货 所以才被人丢在阴暗潮湿处 我们就过来 是要自然啊 为什么吗 我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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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 如果网站在阶上 可爱那儿 好像都没有了 还还没想到 没有 过啊 过啊 不知道你是哪儿啊 我去叫汉青 怎么这么磨叽 说好了 听见没有 汉青都叫上了 这几天活儿都没了 你说双双不会是奉场做戏吧 那四妹就惨了 在简上 搞定那天活儿 Jersey 海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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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这北京这东西啊 好是好就是个贵 汉青应该回来了 车子在吗 锁儿不是还在北戴河吗 汉青 你啥时候抽上这个了 好东西 老头子的东西就是蠢 外面找不到 你不是新青年吗 我详心 可信不起来了 他蒋介石的北伐郡 说我们是旧军阀 一切都离经叛道 所有人都飙心里一字许 既然他们想做新的 那我张学良就回头做旧的 你还是对咱爹有怨气啊 你还是对咱爹有怨气啊 我哪儿还有爹啊 我现在只有上司 他那红笔在图上一画 我就得领兵拼命 去 拿我的军装 我要去见我的上司 你能来北京 我很高兴 我必须要走 你还是要走 我可以看你 我只是想着想着 你能够把我来 我让你把我来 你去哪儿 我会想着 我会想着 我去哪儿 这东西一旦上了你了 我就谁也劝不了了 也就只能安慰你了 想开点吧 爸 这俩男人在外头压力都大 可不就是抱着烟管子出气吗 等过了这阵子吧 这阵子烦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我也在劝你爸 你说这好好的奉天 待着多舒坦呢 非跑到北京来占厂子 那北京厂子多大呀 阴沟里的无耻浪 你不知道 你爸最近呢 也是不可开交的 这闻上头 多少闻啊 多少麻烦呢 这五上头就更不得了了 从北到南 哪儿不再打仗啊 所以啊 凤志 男人的事 咱还真就管不了了 所以他们去吧 让他们把这一辈子的本钱 都消停完了 咱接着就是了 咱接着就是了 多少人在鼓刀他那顶梢梢上的红顶子 我就对你爸说 咱别图那个 咱前头多少皇上 多少大总统啊 咱那不都是过眼云烟吗 你想踮起脚尖去购那东西 找死啊 有这事 所以啊 凤志 算个什么事啊 不算个事 你比如那个张景辉 他家人啊 有一个能捡十来个拆的 张景辉是什么呀 他好歹也是吃官饭的呀 这明珍按着楼钱 多多事事得就够吧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就是这个意思吧 你 你们这些大秀才 给我白吃白吃 对民众说说清楚啊 不是 张作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是是 这个东三省谁都知道我 怎么到了这京城 就这么白吃不过来 是是是 好 去吧 凭你们妙宇生花嘞 一定 你 您老人家这是要立传呢 还是要立严呢 这是张玉婷的主意 近来京师欲请对外老张不利 你 说几句漂亮话 敢善善善行家 这次入京太血腥了 张宗章替你杀了两名记者 还抄了人苏俄使馆 就连李大钊这样有名望的国家栋梁 您都敢下手 不血腥吗 本来应该很冷静处理的问题 为什么要闹成这样 是 儿子 人家是搞革命 要把苏格那一套拿到宫过来 与你共产共妻 你小六子的老婆也能和人家共 爸 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 一种哲学 我在二宾剿匪的时候就读过 扯 管他什么哲学 我抄了他苏格大使馆 这北京西洋那些个外交使团 他在认我老张 儿儿啊 你得不到英国 美国 那些外交使团的承认 你还想成立军政府 还想号令天下 该血腥就得血腥一点 东坡 行 您血腥 您的我不管 但是我要跟您讲的是 这仗我不打了 河南的仗我打不了 不是你儿子打不过他张发魁 是这仗打下去没意义 您是没看见 河南的老百姓到底有多惨 他们吃不上饭 天天在铁道边乞讨 为什么 全是你们打那仗打的 不说了 是战是河 你我说了也不算 把你叫过来 就是让你参加明天一个最高军事会议 会议上在定 我能请假吗 决定战合 决定成立军政府 决定谁来担当这个中华民国的陆海军大元帅 你作为儿子 你要对这个会议请假 哎呀 决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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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都是从战场上下来 这个前面的情况 你们比我清楚 这四月以来啊 老蒋 重开北伐战火 华北伏兄啊 都不可开交了啊 都坐着又知啊 水生活热了啊 朱军探长 坐下 小六子给我讲啊 在前线 看到了你 是全臣皮挂 步枪挂了一支 盒子枪挂了一支 还有子弹带啥的啊 总共有六七十斤吧 差不许多 你何必把自己累成这样吗 老哥 您不知道 与紧急情况 还得自己亲自动手 一个军团长 我让你敞开了拿武器 你能拿起劲 都说人家老蒋的党军厉害 以我看 不是人家党军厉害 是我们不离开 一个军团长 你拿三件武器 就能把人家打趴下了 要用指挥 华北 要用谋略 华北主公 要用谋略 对付他老蒋的党军 头一件事情 依我看呀 那就得号令一统 人家党军有三民主义 你有啥主义呀 依我看呀 我们有吃饭主义吧 好啊 说两句 老蒋给出妥协条件了 换青天白日期 信奉三民主义 改咱们的安国军 为国民革命军 他是要一统在座的各位 杨雨婷 他姓蒋的话 你也能信 二叔 该看看书读读报了 我看延西山就挺好 看书读报 换了青天白日期 改了国民革命军 六子 他眼百川是什么东西 辛亥的时候 他可是革命党 我们跟你爹 是专打革命党的 咱们跟他 从根本上就不是一路人 你就不坎青 听长辈的 听长辈的 俺理解 老帅刚才的话 人家当军能一同 咱也得一同 咱也得搞最高之政 团结一致了 才能与当军 做数字一拼 啥叫一同啊 花杯主灯 要切切实实地能决断 鬼于一帅 那就一同了 决断于谁啊 孜然是渔帅嘛 孜然是渔帅嘛 来来来来 渔帅了 来 您那边 好 看清啊 这恐怕是最后的晚餐了 不会吧 这怎么还不得再炒个两天 屁股 桌上你也炒 全是假的 开这个会儿其实就一个目的 啥目的啊 这三天下来 你看那杨雨婷 开口说话了吗 还真是 这不像 人家是幕后操盘手 你等一切都搞定了 人家才张嘴呢 那他打算什么时候张嘴啊 已经都搞定了 一会儿他就张嘴了 拥戴你爹当大元帅 成立安国军政府 还请啊 明早一觉醒来 你小子就是皇太子了 张作林的政治是 实际厉害 不应 一伙强人在胡呢 拿着国旗做出退派酒 只管自己落利益 没有是非没有苍生 有谁在关注国家民族的走向 没有人关心 大帅到 大帅 听上了 走走走 没到齐啊 还差几个 大帅 这个 我都在酒公了 好好好 我 Townス停 我欠大家一杯 Speaker is anode 赫金 干 干 和 United 好 你张瀚秦必须尽快成熟起来 不只是作为军事首尾 而是作为整个东北的政治领导社 你都比起尽快成熟起来 停止内战强平欲勇 真正肩负起正心动别的众人 找什么呀 在哪儿啊 找不着 这不在着呢嘛 师父 咱不找你啊 咱老帅这边人口多 咱女老秀家一块 几十口子呢 多 多算多啊 你们家老帅几房啊 六方啊 但是现在就四方 这个 袁世凯 一妻九妾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 儿孙总共啊八十 那多了 您都拍过照 这个老人头张标准照 是我的照的 真的 你骗你干嘛呀 真了头回忌 历届历任的大总统 执政社型的标准照 家庭照 这都什么拍照啊 到现在多少位啊 不是 是多少任 多少任啊 大概算一下啊 这个 从老元开始 大总统代任大总统 总共十四位 最长的四年 最短的二十二天 你们家老帅排第十五 你拿过来了吗 您这就是活档案 老六 老六 快点 这个怎么说呢 照相机 你看啊 照相机 照相机的镜头 这个照相机的镜头啊 它就是 立体眼珠子 咱家也要做中华民国陆冠军大元帅啊 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首脑 我有一个提议 不知道姐妹们是否同意 啥提议 说吧 老五 说出来让我们也听听瞧 就是外头人对咱的称呼 这轻点啊 现在叫啥的都有 有按顺序叫仪太的 有叫奶奶的 有叫儒夫人的 都不妥的 那你说 怎么个叫法妥的 你想啊 咱爷爷都做国家的元首了 今后得多少外交场合 北京各国的世界都得打交道 咱也得时不时地出场合 是啊 外国人亦服亦起 人家一听你都这溜一胎了 不舒服 那要是叫儒夫人 又分不出个个个来 对啊 是有点那个 那可不 到时候报纸是要出名单的 必须得庄重一点 代表国家了不得是 老五 那你说怎么个叫法好 我看就叫夫人 也别儒了 也别儒了 前面这个前缀 就是个人的姓氏 比如二姐 卢夫人 四姐就是许夫人 我呢 当然就是瘦夫人 老六 马夫人 这个老五就是聪明 不不不 瘦夫人就是聪明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称谓好 得体呀 苏奶奶 行了 就这么定了 各位奶奶都准备听到了嘛 打个赛五分钟后就到了 该去排队 西村啊 以后别叫奶奶了 改叫夫人 从今儿起 府上上上下下都得改改口 卢夫人 许夫人 我是瘦夫人 这是马夫人 懂了吗 懂了 懂了 收费 行了 各位夫人们 1927年6月18日 张作霖 布什大事 拒绝蒋介石的和谈条件 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 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最后一届内阁 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赶紧的 赶紧的 我现在已经不下了 快 拆火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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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在电力上就不行了 这整天办西事 我刚才差点在天台上就晕倒了 还有什么安排啊 这两天 顺城王府那边催你过去一趟 所有人都拍照了 就差你的合影 不去了 没啥意思 少帅 不是我说你 长此以往 这也不是个事啊 啥叫神儿 本来是要决定是战事盒的 结果现在弄了一个劝尽拥戴黄袍加身的闹剧 啥 啥 啥都不是神儿 想想吧 明天 到哪能找点乐色 西山碧云寺旁边有个香山饭店 少帅不妨去那边待两天 那边有个高尔夫球场 打打球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少帅 少帅还记得这个吗 这不是我的吗 前天从香山饭店那边送过来的 归还你 赵一迪 他在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是赵四小姐的父亲开的 他们姐妹几个呢 这两天正在那边避暑呢 好 长官 这个是谁的呀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那怎么记啊 不知道的就按杂件按数量记 好 大少奶奶 这个得您来看一眼了 我就更不懂这个了 这是陈红寿的荷花鸳鸯图啊 陈红寿是谁啊 这画哪儿来的 记不太清楚了 好像是冯玉祥底下一个军长 送给帅爷的吧 这荷花 出于你而不染 灼青脸而不腰 明代精品 实属不易啊 又是故宫藏品 应该是 那对啊 那个皇宫里的宣统皇帝 可不是他冯玉祥给碾出门的吗 感情还真是他老冯手底下的人 给偷出来的 这些画呀 还有那些 都别这么摆着了 找个章木箱子好好装起来 行 这鸳鸯跟这鸟贴上当时呢 鸳鸯好啊 至生至死都相伴到了 这人哪 还真得跟这小鸟好好学学 你说什么 我看你就是随便一说 汉青去哪儿了 说是香山打球去了 打球去了还是巷人去了 大少奶奶 我只负责帅爷这头 大少爷那头啊 有徐承叶徐秘书长在那儿管着呢 汉青那人哪 还真怨不得下属 是他自己管不住自己 搅担担担长 他很小可以 勇抅担长 尴尬 这点是 酒 男 这是 你 活 球呢 这个找不着球啊 有两种可能性 这第一呢 就真丢了 这第二呢 就有可能是hold in one 要不 咱们看一看 万一呢 来 哎呀 哎呀 你骗谁 你敢骗我 哎唷唷唷唷 徐中叶 到 那几个日本人是谁啊 不太清楚 不过那个柯高点的 其实是个女人 是前朝肃亲王的女儿 认了个日本养妇 叫川岛浪肃 现在叫她川岛方子的 之前来过帅府 此人跟六夫人有些交往 女人啊 她看起来完全就是个男人嘛 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 这人有点意思 既然跟六妈妈有点交情 见面还得尴尬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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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志没打听我吧 大少奶奶今儿一整天 都在库房里整画 整画 韩清啊 你媳妇的学问大了 谁知道那些陈毛旧老鼠的 那么稀罕 知老了阴子 我看这一网符啊 还得你媳妇吃假 别让谁有那能耐 徐秘书长 咱俩 咱这做跟班的 可不能把主子往沟里带 前辈 我有那么大本事吗 这一老一小是平常人嘛 就那毒针 一针下去 势头老牛也趴下了 可咱那小子一天得十针 你说 你是让他在沟里头好呢 还是在坟里好 还是在坟里好 一位 一位どうぞ 河本将官のお待ちです どうぞ 乾杯 超学生将軍が到着です ああそうか 分かった ちょっと失礼します 向こうで 超作林の老いと約束がありますので 老い ああ 超学生か そう やつです やつはやめとけ 頭が悪い 私 小本が気に入ったのも まさにその点です おい何言ってんのお前 河本 これは何を考えてるんだ まさか 超家族の土台を掘り起こすのか 超学生は解消がない 超総書のところで 師団長という肩書をつけ 大連に来ては人を騙し 飲んで食っては好き放題じゃ 自分はそう思いません どうであろうと あの男も我らと同じ 東京陸軍大学の卒業生であります ああそうか そういえば君は 彼が入学試験を受けるときに 試験官を担当したそうではないか そうです 具体的に話せるか はい あの男が調査記輪の老いだ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た上で こう問いました あるところに敵が現れた 君ならどうすると まあここで 敵の数を聞くようであれば 試験は終了ですが 引っかけか 敵を包囲し殲滅する これが正しい回答です この問題の本質は あの男に 進軍する気質があるかどうかを問うこと 奴は何と答えたのだ あの男は中国語三文字でこう答えました ザイラタ これはヒスクの姿じゃ 大佐 どうしてここの女は寄せより綺麗なんだ そうか 綺麗すぎる 君たち張家の人々はみんな女好きなのか 男は女も愛せなくなったら そこでおしまいだ それは張作林が言ったのか そう どうやら君のおじさんには 死の影が迫っているに違いない だからそんな境地に至るんだ 日本はもともと 張作林の北京政権脱衝を支持すれば 奴は日本に屈すると思っていた 長年の懸案であったマンマ問題を 全部解決しやった その結果どうだ どうやら奴は死にたがっているみたいだな この正体は 脅すためですか 君を脅かしている 閣僚じゃうまいし おじが死のうと生きのうと どうでもいい けど閣僚は違う 長のじいさんが死ねば彼もおしまいだ 君は堅くなだな 北伐軍はすでにカナを占領し 北に向け停進中だ あの兄さんの実力は本人も分かっているはず だから焦ってるんだ 我々日本がこの何年間もやつに どれだけ投資してきたか分かるか その恩返しが何にもない それはそっちの事情 僕にはいつでも関係ないじゃないか なんで僕に投資しないんだ ちょうど金がいるようなんだ 田さん 僕に投資したらどうですか あの汚い家の子や 返しなやつを その道か 鎌田 鎌田 座れ だから言ったではないか 長家の中で 長学生は何の影響力もないと 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鳴らすものじゃ これではっきりしたはずです 困窮した長作林から 日本の利益を得られるとした場合 今後も期待する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 一旦満州に行き状況を整える そうした場合 帝国の満州における利益を 奪い合う可能性がある そうなれば我々も 自らが上場した苦酒を 飲まなければいけなくなる 田中首相 敦促大元帥 務必儘快解決 瞞猛巡案 那是 那是 那是一定 還請大元帥仔細閱讀 田中氒入獸 彼派大元帥 寒楊系列 lleg longest 未來的某個美麗日落 輕輕的你回念起我 你身邊整春風景裡 花香的誘惑 雖然長河 東去的浪漫還是悲歌 誰指引柔情像般烈火 我相信心中的陽光 永不會陷落 永恆的心在時空穿梭 生死抉擇已經無路可躲 但是愛不能躲 永恆的心與幻夢交錯 生死抉擇 早已由不得我 我停下在此空 在此空 心中有死抉擇 要不就遭遠 你得到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